剛剛的話,如果做完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可以 再把那個 頓號分割這一題打開來看看 那其實這一題 如果你會用SPRITZ加U棒 兩下就做完了,程式非常簡單 那其實這個也是同學每天 這個有一個在壽險公司工作的同學問的問題 他每天他都要做什麼事情 針對商品名稱他要去算裡面有幾個 幾個商品 然後他都用眼睛算 我說你好厲害,12345678910 他就輸入10 那這個12345 他就輸入5 可是問題來了 其實如果你不用 人工,因為他每天都這樣算 那如果他比數多的話 你每天光算這些的話,你算到下班就算不完 所以如果假如你要用 快一點的方法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用SPRITZ 有沒有 SPRITZ 的分割符號用鈍號 那不是SPRITZ切割完之後會產生一個array 那那個array的話 你可以用U棒 得到U棒的值 U棒就是說 他裡面的最大 比如他切割完之後 如果 假如切這個 切這個 他切的話應該是這樣切 有沒有 那這邊是0 1 2 3 4 所以總共 總數是幾個 5個 就把這個 U棒加1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這一題 只要你會SPRITZ加U棒 那就把U棒的結果加1 寫到哪裡呢 寫到這個合計的位置 那就完成了 OK 所以喔 原來SPRITZ加U棒這麼好用 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最後這個地方 試試看 我們就是把這個地方 把它做個 這個 執行 然後其實 程式基本上 就我剛剛講的 其實只要用SPRITZ切割 切割完再算他U棒加1就可以了 那加1之後把這個資料寫到這邊來就完成 所以 這個程式寫完之後就是執行他 你會發現這個一個 這個馬上幫你算出來 10個 這個5個 理論上應該都對啦 除非說你這個鈍號沒有點對 不然的話理論上很快 全部都算完了 那 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之前某那個 這個保險公司 他內部的 這個同學提供給我問的問題 因為他每天都要做這些事情 我蠻佩服他 每天都要算這麼多 而且其實他 當然很浪費時間 其實如果你會用剛剛的方法 其實主要就是什麼 其實程式 只有4行 那4行的第一個就切割 把什麼呢 A欄裡面的資料 做切割 這個A欄 裡面的資料 第i列的A欄 切割 切割的話用鈍號 切割完之後會得到一個array 那array的話呢 我們在用u-bomb 把它加1 寫到哪裡呢 寫到b欄就可以了 所以 將來其實主要做什麼 把這個 u-bomb加1的資料 把它寫到這邊來 那就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所以一直往下的話就跑一個4 4i等於第2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就全部跑完 所以其實 最後的結果就只有 4行程式 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會用對的方法的話 那其實在處理資料上面 並不需要寫非常多的程式 就可以很快的把一些 工作快速的完成 那當然如果不會的話 當然就是會非常沒有效率 而且這個沒有效率 會是每天都沒有效率 因為做完之後 明天還要再做一樣 算數的問題 而且除了浪費時間之外 其實用人眼來做 這個計算 其實呢 錯誤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當然完全不建議 各位用那個人工的方法來計算 所以今天的話基本上呢 我們主要是舉了幾 幾個練習題 然後呢 來了解就是說 有這個很多的地方 其實透過VBA可以快速的 幫我們把問題給解決 那今天的話主要是單元1的部分 那因為單元1其實還有一些題目沒講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回去可以 再看一下其他題目吧 或者呢你可以把那個 這個 這個題目找一些工作上有沒有雷同類似的題目 做做看 我想你大概多做 應該會越來越有感覺 因為其實做多人就熟悉 尤其是 各位比較少用的像Splitter 像這個Array 陣列 像這個Ubound 這個我想 你們都可以 多多去練習 然後 慢慢習慣之後 我想你應該這個地方就不會覺得很困擾 然後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再來看單元2的部分 回去的話 有時間 也許就是在 再看一下 那最後如果說 還有問題的話呢 可以歡迎在那個 訊息上面可以提出來 OK 那如果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不然我們今天 就先講到這裡 那一樣我會把那個今天上課的影片 如果你今天 填問卷的時候你有留Email 那我會把那個 今天的 上課的影片清單 就直接寄到你的Email 如果你假設忘了留 或怎麼樣 你可以再補一下 或者是在Email給我 那我會再寄給你 那之後的話呢 會有個論壇 你們自行 假如說 需要每一次上課的影片的話 就自己再加進去就可以了 不然的話 我們今天 就 先講到這裡